不過今天在台股的盤面上 其實有一個族群還滿強勢的 那就是造紙族群 像是今天華指是攻上了漲停板 永豐瑜也是大漲超過了8% 這主要是來自於政策的利多 因為總統蔡英文宣布說 台灣在今年就要創的是一個碳交易平台 這等於說你的森林 如果你擁有這個資產非常多的話 未來會非常的值錢 這等於說就是碳權是一個碳排放權 假設說觀眾朋友這是你了 你的這個碳排上限 你就是屬於這個 沒有使用的碳權特別多 但是我啊 我是這個超額使用 那你沒用的部分 你就可以賣給我 所以現在有一個交易平台之後 就可以把它變成黃金了 那很多的投資朋友就問說 我們如果要跟這個趨勢 怎麼跟呢 到底這個投資有什麼 除了華指跟永豐瑜 還能怎麼賺呢 就要請專家帶你解答了 但賣茶還得看天吃飯 台灣農林改變策略 除了縮減茶葉種植面積 騰出土地出租賣太陽能外 更大荊棘母是要賣碳權才能賺錢 未來森林可能會變得比油田還要值錢 這就是大家現在在說的碳權交易 而翻譯成白話文來說 也就是種樹的人不賣樹 而是把森林中新鮮的空氣 賣給有需要的企業 照樣能賺錢把這些濾金通通變成黃金 像是華指原本是砍樹造紙賺錢 現在變成種樹賣碳權 兩岸植林面積有3萬公頃 約是一個台北市大小 每年可吸附超過40萬噸二氧化碳 而現在真的是種樹 種到變碳權大戶 因為過去台灣是直接收取碳稅 但現在韓化要成立碳權交易所 也就是說多出來的碳可以賣錢 讓20日華指爆量工漲停 永豐於農林也大漲8%以上 那這個工具的最主要用途 其實是方便想要買碳權的人 很快速的可以找到彼此 降低所謂尋找的時間跟花的一些金錢 碳權交易所分兩大項目 以排放交易機制來說 每個企業都有一定額度 如果碳排低於上限 碳權額度可以轉賣給他人 但如果排碳超出上限 就必須要去購買其他人多出來的碳 達成減碳目標 減量額度 那這個會是我們今年交易所 假設成立了 上架主要商品會是這種類型 比如說換燈管 換燈泡 然後你把你的數據記錄下來之後 你再去跟核發碳權的單位申請 那你就把這個碳權核發給我 從國家到企業都緊緊跟上 可以確定的是 碳權就是未來黃金 東森 內心我不會和佩玉 特別報導 看盤不亂 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 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 股市直播